而花蓮少棒队日前拿下了112年 华南金控杯全国少棒锦标赛冠军 而其中花蓮有5位选手入选主训中华队资格 而11号的上午县长许正卫 特别前往了国福棒球场 接见并且颁发体育奖金加冕鼓励 1月2年华南金控杯全国少棒锦标赛 花蓮县少棒代表队以8比1的成绩击败新竹线 在下队史首座选拔赛冠军奖杯 并首次获得WSBCU12世界杯中华队组训权 开创华联棒球历史最好记录 县长徐正卫11日上午前往国福棒磊出场 接见小选手并颁发代表队体育奖金10万元 当场再加码10万元加菜训练金 且盼小选手吃得好也训练得更好 这位阿姨要在这里感谢我们的教练 还有我们的开班的国小的校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选手感谢大家合作无鉴 让我们这一次拿到金控杯第一名 那我也要谢谢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让花莲的棒球扬名国际 那在这里真卫阿姨 祝我们这一次的U13和U12 U12比赛顺利严满 发挥最好最好的成绩 这一次很开心我们花莲县拿到了一个组队权 那我们也有五位孩子共同参与这整个的一个组队的一个培训 然后跟比赛 那我们这三五位孩子呢都是拿到今年的 花南杯的一个棒球比赛的总冠军里面的所有的孩子 那五位里面呢有三位呢是太巴朗国小 那一位是中文国小 然后一位是新城国小毕业的孩子 那很开心呢有这个机会呢 我们所有的五位孩子呢都能够和其他县市的一个精英选手呢一起培训 然后也一起呢能够为国争光 那县长呢也特别的一个重视 那所以在今天呢也特别来奖励我们拿到花南杯的一个棒球的一个联队的孩子 同时也勉励这一次的世界杯少年棒球赛的所有的24位的一个选手 那今年他们在七月底的一个比赛呢都能够齐开得胜 那为花联为台湾呢夺取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花联县本次获得主训资格 有学校教练陈明仁 陈志培和陈信福担任教练团工作 入选中华队五位选手 分别来自太巴朗国小高盛凯 黄义浩曾奇佳 重援国小沈伟凡 以及新城国小郑奇恩 降于7月28日在台南和其他各县市好手代表台湾 面对世界其他12支少棒队 交出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冠军 此番为学校花联和台湾中光再创纪录 记者长方言花联士报导